純白的蝴蝶蘭花瓣瞬間被穿上新衣 農友精準拿捏顏料比例 复刻出近期話題焦點 上蘭下黃烏克蘭 一位總統蔡英文在臉書上分享 烏克蘭國旗配色蘭花 大讚農友的創意 近期蘭花染色技術成為話題 花瓣變身畫布 不只整朵上色 還能更精細噴出減層色彩 這令人驚豔的蘭花染色技術 發展其來有自 蘭花原種種沒有蘭色 很多的蘭花花會都沒有蘭色 白色的花做基底是最好噴的 你用其他顏色 它會再吃掉原本的顏色 想改變自然界定律 選擇植物專用的水溶性噴劑 彷彿拿起上帝的調色盤 點花成金 還能延長花朵壽命 染色技上面是把花朵的氣孔遮住了 所以它減少水分的善失的時候 反而會增加花朵的持久性 還有業者把切花浸泡在顏色墨水裡 自然讓花瓣變色 更可以結合噴染 創造出夢幻般的色澤 它經由微管素吸上來染料以後 大概就會呈現像這樣子的分布 蜘蛛網狀的分布 所以那個是不可預期的 拓展蘭花觀賞市場 業者最常選用V3大白花蝴蝶藍 想要整株滿開的彩色蘭花 得提前一個半月下單 價錢應該會比一般沒有染色的 可能會多個兩倍到三倍 業者發揮創意 持續探索花花世界的無限可能 今新聞就此為蔚林彥才能報導